重複的部分 那重複部分的話基本上有 這個前面都有 前面那你就往下 大概找到我們的 夜市在第 這個早上的 車支原半徑這邊都有 我會把它放進來 那裡面當然我還有個練習題 如果有實驗同學可以自己做做看 輸入一個分數判斷ABCD 你可以用那個 Input邏輯 加一個Printer 把它輸出 那接下來的話呢我們要 在程式裡面一定會有很多部分的需要做那個 所謂的重複執行 當然不只是做一次 你可能做很多次 所以這裡 在那個 無論是Python也好 其他語言都差不多 它會提供兩種方式 一個是for一個是while 那你想說 重複執行幹嘛提供兩種嗎 當然它有不同的作用 一般的話呢 其實我個人是比較習慣用那個for回圈 你for回圈的話 它其實基本上 感覺上比較單純 而且 比while回圈 可能少做一些事情 包含就是說 可能第一個初始值 從哪一個 從哪一個 比如說哪一個數字到哪一個數字好了 那while回圈的話 可能你必須要自己自動做出一個初始值 然後呢for回圈會自動幫你加一 可是while回圈不會 那這個當然呢 兩者 其實都有它的作用 而且很多的地方 其實 你用for或用while 其實都可以做出結果 那至於呢 兩者有什麼差異呢 我覺得你可以從那個 範例裡面 練習 我想慢慢你可以得到你需要的答案 那比如說呢 我們今天呢 假如我希望做 一個動作 比如說呢 請將那個數字1 到數字99 利用print 幫我秀在 那個 比如說螢幕上 那當然這個地方的話呢 他這邊有一個要求是 請使用for for loop來做 那如果說我今天要把1到99 直接輸出到那個console的話 基本上 我們第一個 我們可以來這邊做一個 比如說那個for回圈 那如果說我今天希望呢 輸出的是1到 1到99 不過呢 第一個 你可以 看到 我這邊只有1到10 那1到10 你可以直接在後面做這個 for i 第一個當然你可以新增一個模組 for i 等於什麼 for i in 在哪個範圍 後面的話呢 實際上就是一個less 一個清單 那比如說1到10 請你幫我 把它print出去 後面有個冒號 這個一定必要的 執行後面的動作 這個縮牌也一定要 printer 這個i 那如果把它執行的話 各位可以看到 他會自動幫我輸出什麼 1到10 可是假設說我今天希望輸出1到99的話 那你同理可證 你想說那 那豈不是你要一直逗點 那這邊在逗點 11 逗點12 一直到 那可是這樣子好像不太合理呀 如果未來 你需要的是一個 1到99的範圍的話 特別注意 這個後面的這個 印後面的這個list的清單 你可以用另外一種寫法 你可以用一個 叫range的一個函數 幫我們怎麼樣 產生我們需要 的 數字 那你大概打法就是打一個range Range的話就是 其實基本上 這個range函數就是 他會是 幫我產生 那你會發現 他後面這邊有說明 那重點是 star就是哪一個字開始 哪一個數字開始 stop的話就是哪一個字結束 結束的話特別注意喔他是在 stop的數字前一個喔 他是 在前一 前一個 產生完 那個數字 就是stop 後面有一個step step是你的 如果你 這個階層 假如說沒有給的話 預設是1啦 就是越來越多 12345 那一般如果說你是正數的話 那你就直接 這邊小瓜糊給他 然後呢我從第一個字開始 逗點到 我要到99的話 那這邊輸入 100 OK 這個跟剛剛我們有用到那個random 那個random range 好像蠻像的 那這邊的話呢 當然我就直接 他會自動幫我輸出的 就是從1開始 到99停下來 OK 那把它試一下 那這邊的話 當然他就一個一個 直接 直接輸出 直接到99停下來 OK 那這個部分的話呢 就是我們利用那個 就是for回圈來完成 第一件事 所以當然請各位 先第一個 先把那個 建一個新的模組 也許叫for for 1 好了 那另外呢 請各位想想看 如果我今天希望怎麼樣 我希望把 1到99 加總的結果 幫我怎麼樣 列印出來的話 總和是多少 所以這裡的話 我們需要怎樣 基本上需要 當他跑這個回圈的時候 那我順便把它加起來 所以如果要順便加起來的話 這個地方可能就是 你可能需要一個變數 這裡的話 變數當然你可以 加一個什麼 加一個sum好了 假設那個sum的變數 他等於什麼呢 等於他自己 sum 加1 應該是加i 把i加起來 那 特別注意就是 最後你再把什麼 把這個sum給輸出 把sum給輸出 就是 他 進到這邊 第一次的話呢 是1 那sum 一般習慣 不然就在前面 加一個 sum的初始值 sum等於0 初始值等於0 他這個是我要加總的一個變數 那當他什麼 第一次 進到這裡的話呢 他預設是0 那他 0加1等於 1就把它加回去 放在上裡面 再換下一個2 那變成 1加2 把它加 放在這裡 所以一直加 一直加 加完之後的話 幫我把它print出去 所以如果我今天希望寫有什麼 1加到99 的 一個 一個 程式的話 那我可以直接把 把這個地方加完之後直接輸出 那他基本上就是會幫我把它全部加完之後 再把它print出來 各位可以看到 不過呢 這個地方 你會發現 奇怪 這裡為什麼他會輸出 這一串 基本上有一個重點 如果你希望他加完之後再輸出的話 請記得 這個地方的print 你的縮排 不要寫在 這個位置 你的縮排應該要寫在前一個位置 因為如果說你這個縮排假如是放在 跟那個sum是同一階的話 他會一邊 串接 一邊輸出 一邊串接一邊輸出 但是如果說你希望 是全部 跑完回圈之後再輸出的話 那記得前面這個地方不要縮排 所以把它直接輸出 OK 可以講一下嗎 有縮排是怎樣 沒有縮排 如果說你今天 把那個 這個print 放在 他這個地方前面都有一個縮排的話 那表示說他是在 4 的回圈裡面執行 所以你會發現 有縮排跟沒縮排 那個 你看沒有 這個地方有縮排對不對 他會一邊 一邊跑一邊輸出 跑這個加總 輸出一個有沒有所以你會發現這邊應該會輸出99次 先 先把1有沒有 先print出來 然後再換下一個 3 有沒有 6 一直加 只要有加總 就輸出 但是如果說你不希望這樣啊 因為理論上我只要輸出最後那一個的話 那記得 你不能夠在這邊縮排 你應該把這個縮排拿掉 意思就是說我 下面這一行敘述跟上面的回圈 是沒有關係的 所以特別注意好 這個是縮排的 不過這個倒是Python的 Python的那個 特色吧 因為其他語言 這個縮排沒有那麼嚴謹 沒有那麼嚴格啦 所以你會發現如果沒有縮排的話直接執行 他只會輸出最後這一個 OK那請各位試一下 另外的話 就是 可能再加一個敘述吧 加總結果 總計 結果 是 把這個 串這一個 把這個結果把它輸出 總和部分的話 就是 4950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好 所以這邊的話有兩個for的練習 第一個練習是 請各位 for i 就是 幫我輸出 1到99 反正 就是輸出 1到99 第二個的話呢 再利用 輸出1到99 這個部分 再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那個 如果 改成用加的 我希望把i的值 全部加總在一起的話 那最後呢把那個加總結果輸出 那請各位試一下 就是for回圈的這個使用方式 基本上 這個for回圈用到的機會 像我自己的習慣 遠遠會比file回圈用的 來得多 有的時候也是個人習慣 另外 我是覺得 for回圈使用 的 我覺得讓程式更簡潔這件事情 for回圈相對於file回圈可能會稍微好一點 請各位試一下